那你們賣這個包嗎可以占用 好 我是L101 然後我今天要報告的內容是 我自己 我自己在影片 那個上面 Youtube上面看了一些那個教學影片 然後是用骨架跟那個UV貼圖做的 跟一個小 玩偶之類的 然後這是目錄 我的靈感來源就是剛剛做的就是在Youtube上面看 以前很喜歡玩一些小玩具 然後就是一些 有些那個正方形的小玩偶 那種 然後我覺得很可愛 我就想說來做做看 然後 製作過程就是 因為我本來要用UV貼圖去 就是輸出嘛 然後再做 可是 我發現我電腦就是輸出 沒辦法輸出成功 就是它會變成 只有 大小就只有0 所以 你沒辦法打開 你是說 UV貼圖是0 還是輸出的0 輸出的PNG檔 就是 UV貼圖輸出的PNG檔 嗯 就一直都是0 我沒辦法正常的輸出出去 你是用Blender嗎 對啊 可是 PNG檔應該是在外面邊邊然後再放到 就是 不是要先那個在Blender裡面弄出那個正方形 對 我就已經 我都已經 弄好很多正方形 那你展開之後它就是 就是0 對我就把它輸出出去 可是沒辦法正常的輸出出去 就它都一直都是0 所以我沒辦法 在外面 其他的那個 編輯 我記得我們上次有試辦過一遍 對 可是我都試過了 我就是沒有辦法 就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然後我就 可能有某些錯誤 設定的錯誤之類的 嗯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就開始就詢問 就班上同學看有沒有人會 然後就發現有人會那個 在Blender上面自己 就是 在Blender上面畫 對 編輯 啊我以前都不知道可以這樣子 所以 我就找到這個方法可以 稍微 等一下可以分享給大家看一下 然後 這是我在那個上面看的教學影片 它 它有 差不多一個多小時 所以 所以就 嗯 好 然後 這是我的 成品 我是先做一個這個 人馬 然後 再弄骨架 骨架 骨架 我也就是 用這個 稍微 編輯一下他們的位置 然後 這就是 UV鐵圖 啊 我就 都弄好了之後 因為它也大小都 不一樣嘛 我就把它弄一弄之後 我要輸出之後 就 一直輸出 出去都是零 我沒有辦法編輯 就很緊張 呵 我就 發 就有人教我怎麼用 就是 在這邊 直接 塗直接畫 然後我就 然後 稍微 用了一下 然後 本來 就是不知道怎麼 讓它看到 我就 也是 試了很久之後 發現這些 東西 因為以前都沒有試過 然後 就這樣 差不多長這樣 然後我 弄完之後 我就稍微 讓它動一下 就是 草地 天空 這樣 然後 它 它 只有長這樣 哼 動 我只是稍微 用了一下 就 差不多這樣 然後 這次的感想 就是 就是 我 就是 還蠻感謝 板上頭鞋可以幫我解除這個危機 不然的話 我就 做很久之後 然後又不能用 這樣 就很 會 那個 然後 我 就 發現我花了太多時間 在想我到底要做什麼 所以 就 製作的時間也就收短很多 就 我希望下次我可以 早一點想一下 提前想好 內容要想 怎麼才不會那麼趕 然後就 這樣 我 稍微 給 大家看一下 一些 我做的 嗯 從哪裡開始咧 UV貼圖好了 就我差不多 嗯 在這邊是先建立一個 那個 那個 新的 Image 建立完之後 你可以在這邊 打字 然後這個 背景也可以自己改 改 改顏色或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變成這樣 然後 之後按下這個 看一下 按下這個之後可以編輯 就是 開始可以 就動手畫一下 這裡有一些那個 工具啊 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它的那個 筆刷粗細大小 就這邊 對 你就可以稍微塗一下 如果是 比如說 藍色褲子好了 就 這樣 按 首先是 我有先用紅線 或什麼之類的 就是先標記一下它的 位置 它 大部分在哪裡 這樣我比較知道 我要 畫哪裡 然後如果你真的 就是 會不知道的話 也可以就是 你先圖完之後嘛 圖完之後 就稍微在這邊 貼圖這邊 看一下它的 它的 那個位置 再按到F12 就會發現 喔 它這邊 我畫的這邊 是在這邊 這樣 然後你有 你如果 就是因為它是那個嘛 所以你要 你如果沒辦法那個的話 就 稍微旋轉一下 可以讓它看一下 不同的 不同的方位 這樣你就知道 你哪邊還沒畫到 你這一個 畫的這一個部分 是 從哪裡 開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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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 這個嘛 要畫 對然後就 先弄出這些正方形之後 然後 下面有一堆 一堆那個 一樣先從這邊的模型 開始 對我就是 我就是 先弄好之後 然後我要輸出 可是沒辦法輸出 然後再用這一個 這一個 轉化的工具 對 因為我沒辦法輸出 所以我只好 找辦法 就是 所以我就在這邊 編輯 編輯完之後就是 就是像那個 看到的 就是 編輯完之後就變這樣 然後就把它弄出來 就 一個一個這樣 撕一直撕 就是一直 照相然後看一下 它到底在哪裡 差不多這樣 然後 嗯 很難對嗎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 也有個優點就是 你如果是在外面畫的話 你不知道它的 正確位置在哪裡 對對對 就你在這裡的話 你可以 你可以照相 然後讓它 差不多知道你的位置在哪裡 然後你就可以 對 對對對 對對對 就還不錯 只是它 只是 插在那個工具 少了一點而已 就是畫圖工具 少了一點 對沒有繪圖 軟體那麼 對 就插在這裡而已 我其實還蠻好誘的 我覺得 對 然後我就 差不多 就是 就是只有用 就這樣子而已啊 就很少 因為我在用骨架的部分 我本來 在 讓它動的時候 也是 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 我發現 你拉一個 比如說你只拉一個骨架的話 你沒有辦法 它骨架沒有跟著一起 那個 怎麼說 示範一下 好了 A A V I 就譬如說 我只有 我要 我要開始錄影 我按一下錄影之後 我如果只有點 A 嗯 點錯東西 我最後點這一個的話 然後我去 給它稍微 移動一下 的話 它只有 用在這個上面 它其他的不會跟著 跟著 就是 定位 所以我如果 接下來我要動這個動作的話 它 不是啊 我如果在20的時候要動這個動作 它會 就是我這樣子讓它動的話 它會只有 只有在 就是它這個不會動 就你會發現它 這個有 這個都不太會動 我之前 就是試 它都沒在動 所以我就 你這個應該是 你選那個Demo的那邊 嗯 我有 我有在用這個 對 那你用這一個 Obsheet 應該就可以 嗯 對 我就之後才發 就是之後再用這個 然後再慢慢的就是 就是全部 對 對 對啊 我就是 在這邊 編輯用這個 對 好 這樣的話它 你動哪一個 它就會記錄 對 所以我到最後就是 每一個 在這邊每一個都點 然後每一個都記錄之後 我就 才可以 正常的讓它這樣動 嗯 那我差不多 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 謝謝